中共有一些素质不太愿意公布 譬如说中国现在的官民比例 到底官民比例是多少 其实从来就没有一个真实的素质 大家都是推测 因为仅仅按中共官方的报道的话 官员或者说行政人员公务人员 2016年有一个报道 大概是700多万 那么这个数字最小的时候 被报道出来是616万 那么仅仅过去几年 这个数字就超过了1000万 这还是在中共自己的报道中 其实它的报道有很多时候都是相互抵触的 2009年 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人权白皮书 其中单独谈到一项 就是关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干部 占干部总人数的7.4% 那么中共官方报道的少数民族干部有多少呢 290万 你按照他这个百分比来算 那么中共的官员或者说公务员 少数民族干部加上汉族干部 一共应该是3900多万 不到4000万 那人们常说啊 干部中间他不全是公务员 他有一些是事业单位的 也被参为干部 甚至国企的 但其实我们要知道 他报的这个3900万 并不是一个总数 而且这个数字仅仅是十年前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呢 因为除了干部以外 或者说除了公务员以外 他还有事业单位编制 还有参照公务员待遇的参工编制 那么这些都属于债策的 也就意味着债策的 不会低于4000万 我们都知道 中国目前的官民比例 其实很不正常 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大过 大家匡算的一个比较适合的数字 大概在7000万左右 这已经包括了中共的公务员 事业单位 参工 国企 党政军群 其实都在里面 这些吃财政博款的人 他的总数从来没有被确认过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下来推算 不会低于7000万 当然有很多 不太容易理解这个数字的 你看一下英国的人口 你就知道了 英国总人口不到7000万 那么中共的党员其实是 明明白白的 9000多万 这是中国政府 或者说党的组织部门 2019年刚刚宣布的 所以没有必要为这个东西去 争辩 因为它无可争辩 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那么9000万党员 7000万公务员 他们是不是重叠的呢 其实肯定是重叠的 因为我们知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实很多人都是为了当官 但是官员中不全是中国共产党 他还有9个独立的部分 比如说五党派人士 是吧 他们担任公务员的比例也很大 那么另外还有8个派手党 这个从中共建政开始 第一次全国人民协商会议 就确立了8个派手党的存在 其中包括由黑社会改编而来的 志工党 它的前身是鸿门 志工党 那么中国现代汉语中 还有一个经常要入我们眼帘的词 叫白手套 这次还真不是大陆发明 原先我们刚开始听说过他 一般是台湾 那么在商业活动中 作为政治利益人物的代言人 应该来说这些人从来就不少 我们经常把一些风头震见的 商业领域类的领军任务 称为白手套 因为他背后除了政治家族 他没有任何自己的本领 他完全就是靠垄断 好有政治资源 来变现 这一类的人在中国从来就不去 无论是在台湾 在香港 还是在中国 所以 没有必要专门追究 这个群体在中国是怎么出现的 其实他早就有 高一等级的 最高等级的 算是皇上 中国每一个王朝 其实都有 那么最出名的应该就是 清朝的八大皇上 是吧 后期的 晚清时期的十三行 都是这种背景的 代表整个王权体制利益的 那么更多的就如同在 是吧 成德这一类的地方 那么你经常会看到一些 皇中 王中 代表着网页的 就不仅仅是朝廷的 其实他代表着各个 史大夫阶层 满清的 八旗贵宙 那么在两广 接触到外部世界的 经济交往的过程中 那么更多的 是代表着各地官员的 其实这些商人背后 都有政治人物在支撑他 譬如我们经常说的像 明朝的海境 因为海境 所以江浙 福建 广东沿海 都有世家大族支撑的海购 私下的走私 从来没有中断过 但是明朝要想改变 取消海境的这种 要取消海境 是吧 改变海境的政策 其实很难 最难的就是 朝堂上 总有人在提出 不要与民争利 这个民是什么人呢 其实背后 就是这些世家大族 扶持的商业团体 他们一边 做着走私 大量的获取利润 一边又能主导国策 他们甚至能全职皇上 今天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影子 只不过呢 越来越淡 它没有原先 那么明显 更多的时候 在某一个垄断的行业中 出现了巨头 背后都有一个豪强家族 在中国最大的弹果 譬如说 防市场 就出现了无数的白手套 他们代表着各式各样的家族 从省一级 市一级 县一级 你能经常听到这些传闻 当然如果你去过北京的话 你会听到更多的传闻 这些传闻都是涉及到 常委 是吧 副国级 正国级 包括退休的这些 离休的这些 老干部的资旅 其实每一个这种企业 你看它风头很贱 背后都有 出名的 政坛的大老虎在作证 包括当今的西班 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听到白手套这个词 我觉得在中国 你不要特别惊讶 你不要特别惊讶 因为它不是今天出现的 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被完全消灭 即便中国进行变革 共产党 共产党倒台以后 这一类的白手套也不会杜绝 政治人物往往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或者为了避免跟钱战变 他都会豢养的一批 这种在经济领域内 为他捞钱的这些人 其实很多政治人物 并不是为了贪 贪只是一个手段 包括行贿 包括收买下属 都是手段 他的目的还是为了保住权利 有了权利才能更好的 保住自己的钱财 以及子孙后代 荣华富贵 指的是长久 而不是一世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 在中国政坛上出现的人物 譬如说像曾国藩 他自己就不贪 对吧 那你能保证他弟弟不贪吗 那么你红章 他是贪的 与他的导师曾国藩不一样 以红章死的时候 据说留下了八千万两银子的财产 但是中国政坛上 非常著名的一只大老虎 而且他真的把钱留下来了 他不像和珅 和珅忙了一辈子 又捐给王室 那么近代这样的人物就更多了 每一个这种政治家族 都在做着类似的事情 有些被举报出来的 有些打死都不承认 中国政坛上有很多 相当著名的青年人物 比如我们知道的这个 朱镕基是吧 没有人可以明明确确的 指责他贪 他连出的书 稿费都捐给希望共产 但是他的儿子呢 他的儿子很贪 他的女儿也很贪 人们往往自动的就过滤了 许多人在纪念赵紫阳 说赵紫阳是 中国改革过程中的 一个悲情人物 但是你不要忘了 发动关岛的 推动 在全国推动关岛的 不仅仅是邓小平的 大公子邓朴方 还有赵紫阳的公子 1988年的价格闯关 之所以失败 不仅因为双桂枝 也因为这些官岛 89年出现的血潮 乃至后来的镇压 不是没有前提的 所以不要片面的看问题 这些白手套 不仅代表着政治人物 在经济领域内的活动 他们其实与中国的政治 现实政治是密不可分的 经常因为经济上的白手套 导致政坛内部的斗争 到现在为止 层出不穷 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 据说是非常有良性的 政治家 经济学家 或者说公众人物 公知 他们在发表的演讲 他们的演讲 你认为他很良心 但是背后都有政治家族 如果没有政治家族 那么他们会如同 以往我们看到的公知一样 被关进监狱 被禁言 甚至不可能出现在 中国任何一个 可以自由发声的平台上 例子很多 我们原先看到过很多 在中国非常有良知的人 你无论他说的对不对 但是今天你看到的 越来越少了 难得没出来一个 你会吓一跳 你会认为 他的声音代表了 中国最有良知的人 仔细想一想你就知道了 他们跟在经济领域内 活动的白手套一样 许多我们看到的 在政治上 或者说涉及到政治发言 其实也都是背后的声音 就如同当年 西单民主墙事件发生以后 邓小平抓了很多人 但是他基本上都没杀 为什么没杀 打了小的 他要遣除老的 他认为这些小青年 不可能有这么深的 政治敏锐利 观察这么入微 来直指 党的政策变化 他认为 这些小青年 背后都是由他们的老子 放出话来 由他们 跳出来 代表背后的老人 在出生 所以我们看到 西单民主墙 很多人都活着 熬到了今天 至于中国的左转问题 其实我们一直说 中国在左转 习近平上台以后 就在左转 左转了六年了 马上第七年了 左转 左转不是目的 左转是一个表象 他现在认为他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 这条道路其实我告诉你不是社会主义 甚至不是毛时代 他要走的是明明确确的 结合中国王朝政治的一条道路 无论你愿不愿意 他都要这样做 他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想告诉你 左转只是一条路径 他要达到的目标 不限于左转 非常遗憾的事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面前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常识 会把它忽略掉 但我相信 大家都应该知道 而且都应该静下来想一想 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在中国历史中 重复地出现类似的问题 其实有些时候真的很悲哀 因为它不仅仅涉及到目前的共产党 还涉及到根深蒂固 植入人们心底的这种文化 它是有缺憾的 好了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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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